基因改造生物 基因改造生物 是指经遗传工程改变基因组合的生物 究竟基因改造生物是如何制造的呢? 现在,就等我们用能够抵抗害虫的基因改造肉熟鼠作为例子 具体说明这个过程 有一种细菌能够产生杀死害虫的毒素 从这种细菌抽取含有毒素基因的DNA 与此同时,虫龙肝菌抽取折粒 然后,利用相同的限制酶 分别将含有毒素基因的DNA和质粒切开 接着,利用DNA连接酶 将含有毒素基因的DNA片段 和切开了的质粒结合起来 所形成的重组折粒之后 就会导入回虫肝菌 这些带有重组折粒的虫肝菌 就称为耳转化的虫肝菌 最后,利用耳转化的虫肝菌感染肉熟鼠细胞 在感染的过程 农肝菌会将毒素基因 插入肉熟鼠细胞的DNA里面 带有毒素基因的肉熟鼠细胞 逐渐发育成植株 植株会按照毒素基因的遗传信息 合成细菌毒素 换言之 这棵肉熟鼠已经有能力抵抗害虫的入侵了